我們繼續跟吳力波前輩說這兩項事件 我們說完他的官司之後 我想更加戲劇性的就是大家會以為 那場官司有個判決就完事了 但又不是的 還有很多小動作 還有很多我們想像不到的發展 才會令到有些人事變更 有些人也揹摸 有些人也不開心 有些人聲稱沒有錢 其實之後的後續發展又是怎樣呢? 講到這裡 大家都好像覺得很傳奇 比肥造劇更厲害 那我就在這裡講多次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呢? 因為我要強調一句 我們這些是業餘的學術研究來的 我都向來認為導賞員 主要的工作就不是深入的研究 是將學者研究出來的資料 是普及給普羅大眾的 因此就應該增加一些趣味性 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的 另一方面呢 我本人呢 就是我們的大大就小學生 波叔我都不好得多少 我都是初中生 經歷過大時代的那些人 沒什麼機會受過正規教育 回到來 為了賺錢 我都去再接受教育 但是會偏向了去電子技術 因為要做這個電子廠 那我們自己的同學 當然也都有一些很威風的例子 好像Dr.張 南豐叔那樣 是不出名的教授 但是我呢 一路一世人 回到香港都是做工廠的 退休之後才去做這些 文化歷史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糾纏在這段歷史裡面 這意思而已 那麼 所以我們的弱點呢 就會是 檔案方面的資料比較少的 那麼 那麼是周圍去看別人的傳記啦 自傳啦 或者一些 過來人的記錄啦 加上我在那個地方生活過啦 那麼 那不好啦 就是不好處就是 可能不是很夠嚴謹啦 好處就是趣味性比較多一點啦 那麼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因為這樣 橫向的涉獵 就令我就會有很多 不同方面的東西 都可以將它串起來的 那麼 那麼 講回這裏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將它串埋了它啦 啊 那麼 因為周圍去看別人的傳記 才發現他們有很多的恩怨情仇在這裏 出乎我們的意料的 那麼 那麼第一件事就法院 判決了啦 就是 將這些兩行的資產 就判了給這個 民運航空啦 就是陳立德的公司啦 那麼 那麼 但是 就是香港的法庭呢 就是啊 你出一個美國的公司來跟我打官司嘛 好 我就判你贏 不過你既然是美國的公司 所有你判你贏所得到的資產呢 你要運回美國啊 哈哈哈哈 這件事是搞到陳立德和這個國民政府兩邊都拋頭的 很等著這些東西用但是又要運到美國 這些沒有了液的飛機大多數都是C47 C46啊 是一些退役的軍用運輸機來的 那麼在亞洲就挺有用的 但是在美國呢就已經是歐了啦 那麼又要遠到重圓 運回美國都很高成本的嘛是不是 那麼所以這個判決呢 我我開始未曾追蹤到這裏的時候 我以為我判決了給他 他就一下子運回到台灣就可以了 原來不是的 他是運了要運去這個美國兜的大圈的 那麼也都找到一些資料出來 他是經過黃布船奧的 你看到那個氣衝機呀 HWD 哈哈哈哈 在黃布船奧 當然運是美軍的航空母艦運的了 因為你去找普通的船都運不到這些飛機嘛 那麼我又打橫去引申到 因為我介紹紅磡 我自己我鄉下那個社區道想發展的時候 我就很強調黃布船奧不單只是一個維修船的船廠 亦都不單只是一個造船的船廠 他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貨運碼頭 那麼他的貨運碼頭所承擔的工作呢 就不是那些散裝貨啊 或者是那些其他的很平常的東西 而是這些好像飛機呀 坦克呀 大型發電的這些一大塊東西 但是又不能拆開的那些呢 是要靠黃布船奧那個隨頭起重機 去調運上去那個船上面的 所以黃布船奧是一個海運的動物來的 那麼我又找到這些照片呢 就是他們運回去美國了 那麼好了 運回去美國 之後怎樣呢 還有一些照片就是去到美國那時候 卸貨的那些照片來的 運回去美國去到美國之後怎樣呢 這件事是 又要找Dr.Sum呢 你又要幫一下手啦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了 運到回美國之後他的下場 那就有幾有趣味的 好 那不講這筆先 要講回頭了 運到美國就造成了這個 陳立德的這個市民空運公司 和中華民國交通廳和中華民國政府的 很大的裂痕和矛盾 那麼這個裂痕和矛盾就 要從陳立德飛虎隊退役講起 這件事要講回頭 因為牽涉到一些恩怨情仇 那麼陳立德都知道他是一個抗日英雄 在中國 就是帶著一些志願軍 當時美國都沒有參戰過 就是來這個中國那裏幫中國抵抗日本 是取得了一定的空中優勢 那麼太平洋戰爭之後 簡直就是一搖身一變 就變回正規的美軍 那麼他是上校的軍銜退役的 但是就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 他就退役了 因為他覺得功成身退了 贏了 那麼就居民民國政府都給了一大筆獎金他的 那麼居民他都有不錯的這個回報啦 那麼也都是得到 還有一位賢太太啦 陳香梅啦 也是那段時間 去相識和商交的啦 那麼 在戰後啦 1946年 那麼他就 找些事情搞一下啦 想回來中國這個 白費代輕的市場 去搞這個 一些航空公司 那麽 而幫他來和提醒他的呢 就是一個叫做 魏勞爾 我不是很準的 那些英文有什麼字 Vignore Vignore 那麽就有些中國人 民國的官員 故意將他翻譯成魏勞爾 那麼這個魏勞爾呢 在民國的一些記錄上呢 就貶低他呀 說他是宋子民 做外交部長常駐在美國的時候呢 說他是信差啦 說他是跟班啦 那麽其實就不是的 他是宋子民在美國請的兩個 骨絕得力的律師來的 他自己是律師來的 那不知爲什麽民國的那些官員 不斷踩他呢 就是因爲這個民航 通運公司CAT啦 那麽他是代表宋子民的律師 所以他就 就跟陳立德說 你跟阿蔣忠正的關係那麽好 你又立了五大功勞 我們回去中國應該找到市場的 那麽 但是回來不是呀 1946年 他由這個暑假一直在上海 當然是很禮待他的 民國政府是給了 一間那些 一間房子給他 慢慢在那裡住啦 休養啦 供養他的生活是無憂的 但是呢 他提出來的想成立這間航空公司 就說極都是沒用的 那究竟原因啦 那我追查下去 原來呢 就是民國的交通部 交通部主要就是屬下當時就已經是成立了中國 中國航空公司 就是和泛美合資那間啦 曾經在抗戰的時候 就非這個陀峰航線 運轉和物資的啦 另外就是中德合資那間中央航空公司 那麽因為德國是敵產所以就充公了 德方的股本就成為了 純粹的中資的航空公司啦 那再加上因為交通部直屬的他們 那這些官場的利益呀 官商勾結啊 一定有的 那就錯綜複雜呢 就不容這個 陳俠德再來分一杯筋的 他們紛紛就向蔣宗正打報告 我們很好 很容易證詞的 我們中華民國 幾經艱難 現在已經是 建立了 兩間我們自己的航空公司啦 正在那裡絕狀成長 中國的天空應該由中國的航空公司來營運的 去看那些 報告上去 就是反對陳俠德在那裡插入這個市場那些 那些字句呀 都耳熟能詳啦 現在看起來都耳熟能詳 想不到當時是國民黨的官員說這些話 我們小時候不覺得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覺得 國民黨很壞的嘛 應該很賣國的嘛 怎麼會說這些 那麼愛國的說話呢 那原來不是真的他們 那麼容易證詞的 那麼一路對到去 四六年的 聖誕節左右 那麼有兩件事啦 這些又是橫向的 連繫起來很有趣的 就是中國航空公司和這個 中國空軍的飛機呀 接二連三五在同一個月內出現了兩次嚴重的空難 一次呢 就是降落上海 江灣機場呢 就不知怎樣失控 直撞了一間酒店裡面 你大不大鑊呢 飛機撞了一間酒店 好像九一一那樣 而在上海這個國際城市 繁華的國際城市 中目攜攜之下 弄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接著 都不用二十天 另一件重大劑 就是大粒那次 那次呢 那個是空軍的專機來的 就飛上海降落不了 就飛南京 在南京就 飛南京降落不了 飛上海 好像飛南京降落不了 飛上海 就不是入市區 就去紅橋機場 就是江灣機場的 結果就撞山 就令到大粒和隨從傳機死亡 那次蔣忠正就很生氣了 因為大粒是他現在很得力的助手 就是中統那個特務投資 是我們的外國陣營要罵他是特務投資 據聞周恩來也要開杯酒來慶祝 大粒死了 我們共產黨的革命成功會早五年 或者早十年 據聞有這些 不是我說的 這個也不是歷史來的 是很多 就是大陸裡面那些 那些網客那些小粉紅這些豪然莊魚來的 那這兩件的 兇難事件呢 就嚴重地刺激了蔣忠正 那立刻就推動了這個給陳立德 去成立這個飛機了 但是當時都不是給他成立那個 商業性的航空公司的 他是先成立了什麼呢 就先成立了叫做叫做 叫做恆總空運大隊 恆總呢就是行政院救濟總部 那行政院救濟總部是跟聯合國掛勾的 哇真是有國際勢力入侵了 但是人家一番好意的 就是這個 要 幫中國的戰後重建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空運大隊呢 當時就有很多糧食啦 衣服啦 或者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就運來中國支援中國的戰後的救濟的 但是大部分的海運都是去到沿海 就沒辦法進去內陸了 因為鐵路和公路系統都嚴重的摧毀了 那就是講長途那些啦 短途局部自己一個省內的公路還有的 一個省內的鐵路會還有一些的 那所以呢就聯合國就要求 中華民國的行政院就成立了一間空運公司 就將積壓在沿海城市的救濟物資 可以盡快地運進去內陸 最等候救濟的是內陸的那些民眾嘛 那又有這樣的一個方案在那裡了 那而聯合國方面去推動這個項目的那位人兄呢 我不記得什麼名字啦 他偏偏就是飛虎隊的一個機師來的嘛 後來做了紐約的市長 那所以呢就由聯合國這個美方代表就推動中華民國的行總 就要他快點 陳立德有現成的機隊的人員啦 所有的現成的人員都在那裡 他們會籌集到一部分的資金 那那還差二百多萬呢 是由聯合國那個救濟總部呢 是貸款給這個陳立德的 但是又要經過中華民國的行政院去貸的 那貸了二百多萬 最加上他們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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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經濟了二十五萬美金的股本 你想想 貸二百五十萬 貸貸二十五萬 都 都 都很 很過癮吧 不止啊 他貸了三百萬 因為 那個 其實那個貸款呢 有二百萬是 聯合國的救濟總部 將美軍那些證如物資的那些飛機 折價給他的 所以一開始就 這個市民空運大隊就有十二架C47的飛機 一開始就有了 因為根本就是美軍用完的那些飛機就推了給他了 那他就開始了這個空運了 那跟著下來的一兩年 只是試辦兩年而已 跟著這兩年呢 就啊 不過他們留下的故事就是說 中國民航 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不停地去Port 陳立德 說他踩過界 說他運救濟物資呢 又要 結果呢就運了民間的這個貿易的商品 那就是所謂的 這個控制服務員就告到去行政院 告到去這個 這個 這個蔣中正那裏 那但是呢 這個CAT呢又震震有詞 因為所有的救濟物資呢就是由這個沿海運去內陸的嘛 那他運到又可以 難道空機出回來呀 空機出回來 一來他自己營運得不好 二來也都是白白的浪費了這個運力呢 就令到內陸啊 本來是可以 透過這個 透過他自己的土特產去解決自己戰後的救濟問題的 就變成了呢 就要靠這個中央政府救濟 那具體的例子就是 就是山西 鹽石山 鹽石山這個山西王呀 那他就 入股進去DAT 那做什麼呢 就是把山西和甘肅那邊的土特產 那些土特產最大宗的包括 不要說蟲草這些 這些只是中國人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些羊皮 那邊那些木區那些羊皮 那些皮草呀 是源源不絕的 還有其他我不記得什麼土特產 是西方需要的 是源源不絕的運出去 那又很賺錢呀 那告到那裡 陳夏都說 難道空機回來 我又傷 當地的內陸的省份又傷 我幫他運這些物資出去 我沒有 我沒有坐地起價的 我按那個 幫救濟運輸那個運價 那個來收這些錢的 我沒有做這個救濟運輸的 那而內陸的省份呢 就可以賣他們自己的特產 就換回一些資源 回來自己救濟自己 減輕這個中央政府的壓力 惡樂而不為呢 還有啊 而且 他們這些內陸的物資要運出去 是求了中國航空公司 和中央航空公司 很久他們不做啊 這件事真厲害 他們不做啊 那這兩年就 不停地在這裡 就是炒鬧這些東西 但是那兩家航空公司 對阿陳立德的投訴 或者針對呢 永遠除了這些商業競爭之外 是都要擲一些民族大義啊 擲一些什麼華洋之變啊 擲一些什麼外國勢力 無我私心不捨 是都要擲這些內容下去的啊 看到我都 我都 我都離了 你 爭生意就爭生意啦 你都要 要辦到這樣的 大義想言 原來 原來這些是中華文化傳統來的 不要怨高產黨 那因此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 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具體就是劉京儀和陳卓霖這兩個總經理 就打過幾次報告就說CAT那些機師 走私黃金走私美元 其實 他們兩家公司那些所有機師都在做這些事的 大家都在做這些事的 不過 這些 不是公司的業務來的 這些是那些機師那些 空姐自己的私邦來的而已 你很難進去他公司的數 你覺得要拘捕他就拘捕他的個人 但是 就很好笑的 結果在戰後這段時間呢 一家做空運的公司呢 不是做貨運的公司 CAT呢 就賺到錢 還滑滑有餘 兩家做客運的中國的官辦國營公司呢 就賺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是這個對比就真是很令人感慨的 本來做客運才是最好賺的嘛 那 那麼就 到了四百年 的尾的時候 那麼又一次了 去對他了 就說空運救濟已經完結了 那麼 要趕他走了 他的錢也都賺了錢 他真的還回了那二百萬 就是那個 聯合國貸款那些飛機 錢 他已經賺了這十幾二十隻飛機在這裏了 還頂置了新飛機 那麼 但是 國營那兩家 公司就不停要趕他走了 這個時候又命不該絕 為什麼呢 當時的國共內戰就打得越火越吐了 那麼你大家都可能會聽過的 就是說 國共內戰呢 就是那個當時的 解放軍已經改了名做解放軍 不是紅軍 不是白露軍 就在很多個戰役都是圍城 圍困了譬如長春呀 譬如這個西南的戰爭呀 譬如很多個城市都是用這個圍城打緩的方法的 這個是林彪的戰法來的 那麼 那時候就 這個 民國的中央政府或者國軍方呢 又很需要陳立德 這個 這個CAT民航空運公司 去參加過 差不多將他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國軍的 空軍運輸隊呀 直接是擔任了這個角色 反而自己他交通部直屬的 空軍自己已經有這個運輸隊 不能夠擔任到這麼重的責任 中國航空公司 做不到這樣的事情 這個 中央航空公司更加不用說做不到那麼多事情 那麼我 看這些故事呢 我就有一個感慨的 他們在 客運那邊 就是民用航空的運輸 不夠陳立德競爭 你可以說他怎樣走私呀 怎樣勾結呀 炎石山呀 怎樣踩街經營呀 但是你連這個 我為軍隊空運這個軍火或者補給 你都不夠陳立德來呢 這個就沒得賴那個hardware呀 沒得賴這些 完完全全是 那些機師 因為CAT那些機師全部是戰爭英雄 他們的故事記載是很好笑的 他說那些 全部都是飛虎隊的機師來的 當他們運送物資去支援那些國軍被圍困部隊的時候呢 他們飛過解放軍的陣地上空 他們那些 那些美軍機師居然扔幾顆手榴彈下去 扔手榴彈下去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 可能他還沒落地已經爆了 不過就是 你可想而知 他們是有一種的 蝕粉 還有他們有一種的 就是 不是單止是打份工 這樣的心態 那這種情況下 於是又不可以 趕他走了 那就 好了 那就正正式式了 就要他交出控制權 那 又很容易的 因為他們初時集資的25萬美金 已經有中方股東在了 有一個袁石山 這個大軍佛 那還有呢 原來是 是上海的金城銀行 很有趣的 他不是金城銀行總行 去入股 他是上海的 金城銀行的上海分行又入股 好像南京分行又入股 他是這樣用分行來入股 所以 所以 你說 都要他這個 在地化 要他變成中國公司 那麽就變了 從那時候開始就由這個 不知道是南京還是上海的金城銀行的總經理 王文山 就做了董事長 還有 當時是還有這個 上海商業銀行 現在香港的上海商業銀行 是在台灣那邊 衍生過來的 當然不是同一間有限公司的實體 但是那個淵源 淵源和血統是那邊 這樣生過來 那CAT 入面也有上海商業銀行的一個股份在 那他就 正正識識我 我已經是一個 你應該給我國民待遇 我是 中資企業 原來在那個時代 都經歷過這些頭痛 我們在上面開廠 都經歷過這些頭痛 你都要跟我整個法人代表 是國內的居民 你都要透過國內居民 集資多少 不可以獨資 不超過25% 很多這些制衡的 原來當時已經是有的 我講這段就是說 原來他們是這麼多的牙齒印的 而 後來那兩間航空公司的所謂起義 很有可能是在這裏 就是衍生出來的 因為真是 已經是市場越來越縮的時候 大家都竟然慘淡 但是那兩間航空公司的經營能力 商業經營能力 一定是比CAT 而他們就覺得 中央政府 特別是蔣中正 是偏心 偏向這個 外國人 偏向這個美國人 深有不分 所以他的起義 很有學 這個 沒有什麼專家 這樣的結論 都是我的感覺 就是要聲明一下 不嚴謹的感覺 但是呢 當陳立德在打官司的時候 CAT也都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他跟那兩間航空公司一樣 因為國軍一路一路撤出中國 他們的航線就每個星期少一條 或者每一個月少幾條 都沒有訂好票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有個資料 就說他打官司的時候 他已經是負債 負資產 不是負債 負資產 67萬美金 負資產67萬美金 而那些股東是不願意 是扔錢去打官司 去爭這件事的 那蔣忠正是跟陳立德說 不知道是誰主動 總之他們自己有一個協議 在這點上面 我個人呢 我有多同情 陳立德的 本來這些東西 我幫你忙 不用做得這麼均真 原來他做到這麼均真 就是說CAT 不肯公司出錢 就要陳立德自己銀河包去收購那兩家航空公司的股權去打官司 那 那本來這些東西是大家幫忙的 原來陳立德真是開了旗票給中華民國交通部 真是開了很多張旗票 是開了 中國航空公司200萬美金 中央航空公司是150萬美金 總共呢就是350萬美金的旗票 那有一個講法是475萬 那原來是什麼呢 因為 這個中國航空公司裏面有繁美的股權 那交通部為了屬於這些股權才可以賣得給CAT呢 就 稀了125萬美金給這個泛美航空 那 所以說有一個475萬呢 就很可能是因為要陳立德 給回這125萬給交通部 那就是 是屬於 不是 這個名義上不是給交通部的 名義上是要給中國航空公司的泛美的股東的 那陳立德真是開了這些旗票 本來這些政治操縱不用這樣 那 陳香梅也有說的 打 第二審輸了的時候 可能他們有一個 那個法律文件是有說 這些旗票是要 那些資產拿到才算你賣得到給我的 那這樣的意思啦 如果這些資產 打輸了官司也得不到的話 這個成交是作廢的 可能有這個條款 我看不到那個 賣賣涵 那所以陳香梅的回憶錄就說 二審輸了的時候呢 他就勸了陳立德 就算啦 打不贏了 想幫他都幫不了 他的語氣還是很輕鬆的 即是說 除了輸了那些訴訟費用之外 都不用那些旗票不用還的了 但是陳立德就是要打下去嘛 要去到 英國做 中審庭的訴訟啦 還有要在美國請一些 巴巴律師呢 就總共要五十萬嘛 那陳香梅就說他買了那些股盤 全來籌這五十萬的 但是在我的地道的一些資料裡呢 有一份這個英文的資料 我看英文很辛苦的 看得很慢的 逐點爬梳 逐點去跑跑跑呢 他就真是說 這個時候剛剛好就是 CAT需要運力啦 CAT需要運力呢 他就逐點逐點給錢呢 陳立德呢 就沒說買一間公司 就要陳立德他們這間空運公司 立刻為他 去這個韓戰那裡運軍火 運水品和在這個 印子半島那裡去運 那個紀錄逐點逐點 因為原文我都不知道在哪裏 要慢慢調查 我只是討論了下來 就是五零到現在二月呢 就給了很少的 五萬 五萬 然後呢 拖就答應了 就跟著會付十萬 那三月二十四號呢 就真的決定了 那就給了三十五萬 他就先還了一些債 因為CAT那時候欠六十七萬債 然後呢 再過一會就給多四十萬的營運費用給CAT 因為你要你幫我運這個軍火嘛 要真正在戰地那裡運送嘛 那然後就好了 跟著六月二十八號 韓戰正式爆發啦 那就 七八月份呢就開始了 將CAT整間公司 即是美國CAT 整間公司 據為CIA所有啦 那這段時間又找到另一個有趣的東西 原來當時 國民政府撤退了去 台灣 那就 當時說 羅書福政府要 好像很唾棄這個蔣中正 就是不值得幫啊 所以 很多的軍 都已經斷了 你也有這個 看法 我那時候應該是杜魯門的 啊 杜魯門 是啊 羅書福死了 但是這個開始 好像是羅書福開始 就是覺得不妥了 那麼 總之就是那個 跟美國的關係都冷淡了啊 但是原來不是喔 原來CIA那時候有一間叫做西方公司 在台灣很活躍的喔 差不多 美國的軍員斷了 但是這間西方公司搞了很多美軍的軍火過來 可能又上下其手又中飽私囊都不頂 終於又在做很多的軍火買賣在這裏 那麼這間西方公司就是 就是 一手這樣包辦了 CAT 這個脫胎換骨的過程了 脫胎換骨的過程了 那就是 他們就要求呢 就 就是 CAT 幫他運送兵員 軍人啊 或者 軍火啊 或者軍需品 很多都是由這間 西方公司 去給他一些東西裝的 那當時就是 那當時就是 陳立德和魏盧爾呢 就把CAT改名 改回到陳立德和魏盧爾私人公司 然後呢 CIA呢 就正式去註冊了 CAT這個名字 Incorporation這個名字 然後呢 CAT Incorporation呢 就用一百萬美金 給了陳立德 然後就接管了這個 CAT 台灣的控制權 其中有一份文件呢 就是 是那幾間公司的關係的 就是CAT啦 這個CAT America Incorporation 就那個魏盧爾 陳立德私人公司啦 那他那裡有提到另外一間叫做 Air Asia 根據這個名字 我又查一查一下 原來這間Air Asia呢 在台南 很厲害的喔 台南的老一輩都認識他的喔 還有一個社區叫做 亞航社區的喔 亞洲航空社區的喔 你什麼時候過去台南那邊找一下看一下 還有一些牌子寫著 亞洲航空 那邊 很多上一輩的人都在亞洲航空那裡打工的喔 那這一份的文件是將這幾間公司全部是歸納在這個 CIA的名下的 那我又掀來掀去就掀不到他 究竟在這裏運走 剛才吊走的71架飛機 那最合理的歸宿就應該去回這個Air Asia 因為Air Asia是一個台灣很大的 飛機維修廠 甚至他是為美軍承擔了這個太平洋那個航空母艦上面的飛機的維修的 當時噴射機的那些F4鬼怪式 他們那些 台南那邊的老街坊的回憶錄都有很多的回憶說 那些幽靈式鬼怪式經常在他頭頂飛的 他們在裏面做的那些也都說 經常要維修這些飛機的 那當然那些是60年代70年代的事 那更早期50年代的話 他應該是 很有這個 可能 是打官司營回來的那些飛機 那些引擎應該是 就落在亞洲航空那裡去運用了 那因此 到1955年呢 就正正式式呢 就是說 這個 那時候英航戰已經打完了 電鞭子虎好像已經是 我不記得是 是什麼原因 我一下子就不記得 好像是 美國已經不需要這樣白手套了 美國不需要白手套了 就是軍方可以直接介入了 那CIA就正正式式就讓這個CAT出來了 那就給台灣那些資本自己經營了 那 因為陳立德那時候還在生的 那可能他還是一個股東的身份在那裡的 那這個CAT呢就繼續 沒有了這一種的軍用的航線呢 他的經營那個競爭力就差了的了 因為華航的起步也都是經營這些這樣的間諜式的軍用航線 那華航啊 那伊福恩呢他就有一本書的講他的那個回憶路 那麼他都是講 跟著CAT飛哪裏他又飛哪裏 但是呢 他們飛客運他有經驗啊 陳立德飛客運沒有經驗他是這麼說的 所以呢他就 去一個地方就開一個地方的客運航線 然後反過來我們爭贏了這個美國人啦 伊福恩都很大中華膠的喔原來 哈哈 又是又是 又是後來的華航都很 都經常強調中國的天空啊 要中國飛機飛的喔 那麼 那麼 好了 到了後來呢 CAT慢慢慘淡經營之後 他又買了一些大飛機喔 噴射機很豪華 就是也都有過度投資的原因啦 那麼後來最後一根稻草是有跟香港很有關係的喔 你想都想不到最後一個 就是壓跨落堂的稻草啊 就是香港電貿公司那個老闆 陸運圖跌下來的那隻飛機 那隻飛機就是CAT的 豪華噴射客機 就是因爲這樣 所以就是已經 除了經營困難電那個信譽都失敗啦 那麼就 民航空運就退出啦 那麼那時候呀 平合得也都隨隨便擄意啦 沒什麼管理這些東西的啦 那麼整個CAT是這樣的過程啦 那麼講這些呢 就是為了 我希望大家多一個印象 原來 中華民國那些企業家呀官員呀 都是很討厭這些外國勢力的 那麼跟我們在香港生香港獎的人呢 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難怪我們香港的競爭力那麼強啦 香港很少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 那麼剛才說到就說 陳立德都很均真地寫了那麼多旗票 去給這個國民政府嘛 那麼就在他還打官司的時候 就是說要去終審的時候呢 他需要錢去打呢 他就曾經去問過 蔣忠正呀 你可不可以預支五十萬給我呀 那蔣忠正就心目中就想 哇 我兩間公司股權給了你 收你一大塊旗票 你現在還問我拿錢去打官司 但是表面上呢就說得很豪爽的 你自己籌備住先啦 我一定會還給你的 這樣講的 陳香梅講的 那麼 陳香梅就說他們買了股權籌款去打 其實實際上是已經知道是CIA給錢給他們打啦 那結果就不需要問到這個 民國政府借啦 但是陳香梅後來就咬咬聲的 說我和你借 你說我沒有錢給你 我就先撐住先啦 後來陳香梅和陳立德在台北住的那間屋 在陳立德去世之後都要給民國政府收回呢 陳香梅就咬咬聲的 這幾萬元美金的屋你就要收回我 你撐我五十萬喔 那民國的政府說有沒有借據呀 那麼他就咦 問蔣忠正借錢也要借據 蔣忠正問我借錢也要借據 這個是花邊新聞來的 好了 那麼到了他打贏了官司之後呢 不是 在打官司的時候那些旗票就已經到期的啦 那麼當時的交通部啊 還有有浴缸的官員呢 就其實就很不妥了 陳立德德的啦 趁機就打報告就說要 到民國政府 喂你應該追回這些旗票兌現喔 過了期啦喔 那麼 那麼那王世傑 就是葉公超就報到王世傑那裡 葉公超是當時的外交部長來的 那麼當時的交通部長 誰端勝端端端端端端端的 都說回他爸爸的日記呢 都有說呢 啊 但是他知道啊 陳立德是 很幫民國政府走的 那麼他當時的處境是困難的 那麼所以呢 他就給了一個推薦給 蔣宗正因為他是幫蔣宗正的秘書嘛 那他就說這個國際有人幫了我們這麼多 他現在處理困難時期呢 我們援手援才去追他啦 那蔣宗正就 他沒有寫多字啊 只是在王世傑所寫這些 在上面的批註上面的旁邊 寫了中正兩個字 那王世傑是他說他當面問過他說同意的嘛 他還寫了中正簽 是副簽了在那裡嘛 那麼他就跟外交部和交通部講說 總統都說可以緩追啊 這樣啊 那麼但是好了 到後來呢 贏了官司了 判了給他了嘛 那些飛機一聲就運了去美國了嘛 但是這些舊式飛機又沒有了疫 又已經擺了三四年呢 你如果不是自己開修理廠 多難在市場上脫手去兌現的 那這件事是真的 那所以呢 隔了整半年都還沒還到錢啊 那這次又有人打報告呢 蔣宗正就生氣了 啊 贏了官司貨都拿了 跟著好像說那個 秘利船廠那幅地皮都可以賣了給人了 還不還錢這樣 那就召葉公超過來散他一餐 那葉公超呢就說 不是啊 總統 大半年前你簽了一份文件 他不敢說總統簽了一份文件 他說你的秘書跟我說 你同意這個炒緩才去追的哦 哎呀 那就踩正了蔣宗正的那條尾了 啊 我什麼時候有說過這些東西啊 啊這個王世傑亂吹 假存政治什麼蒙運什麼什麼 那就 因為他罵得葉公超很慘的 那被人抓了出來說是他自己的 那就很難過關 那就找黃世傑來做替死鬼啦 那黃世傑就後來的日記他也有說的 就是說 是啊他很難才會 cash這些東西來還錢的 那其實 蔣公是真是 在那個文件上簽了紙的 但是 他已經罵到葉公超那麼慘了 那他不把那些獲質給我呢 總統是下不了台的 那是為了他下台我 犧牲我啦 那所以 我看到的很多 王世傑的舊同僚啊 這個朋友啊 很尊重他 就說他 他真是 沒有什麼私心 他是為了 保住總統的聲明呢 自己死貓一隻就扯了他啦 那所以 很多的贊美之詞 就是在 王世傑 他叫做雪挺先生的 就是 銘壽100周年的時候 曾經做的一個特級呢 是贊美他這一個 這個 一心為功啊 那就是 這件事件是其中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東西啊 那 那 那 估物論點 王世傑就已經 踩了這隻貓啦 死貓啦 還不止是踩了這隻死貓啊 還要是 本來他說辭職的 不給他辭職啊 要免職啊 要羞辱他 還在公佈上 就加了一個 什麼含運措辭啊 就是蒙蔽總統啊 這樣的 的罪名上去啊 那 就是 好像這些 軍國大使啊 這些民族矛盾啊 空運市場的競爭啊 那 又跟我住那裡有關啊 又跟 阿醫生你的 親戚系統那裡有所謂的關係啊 那就是 這個我們生活在在這個時代呢 真是 你想不理他 都不行啊 就是你不理他 他會走來理你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啊 我們說的題目這麼大就很難再 elaborate的了 不過剛才我聽你這樣說呢 就是 因為我們經常是在歷史的角度 都是覺得距離很遠的 所以 因為他拉走我們的距離呢 就是令到大家對 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有什麼興趣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 剛才你說了 很詳細整個來龍去脈 包括了很多 我真的完全沒有聽過我的故事啦 其實我們那個 用意都是想去提高揭令的 希望大家多點關心身邊的事 即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些很有趣的歷史 對呀 很讚賞你那個系列 你那個本家 跟著你學習的 可以參加你的道想團 譬如上次 我看到你們的活動 在 很多在香港住了很久的人 都不會留意 這些的故事啦 但其實都是在身邊發生的 一條街 一間廠 配合什麼事 所以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請教前輩 你這個研究 我會慢慢再去仔細思考 有什麼 更新的 我再發給你 對呀 很多檔案 其實你們很拿手去找檔案 我們對於檔案 很難接近 因為檔案 它不是一個完整故事 是一個對片和片段 很難去找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先談到這裏 我把你的資料再消化一下 希望多些朋友對這些故事有興趣 可以大家加入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不只是有興趣 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 在自己的身邊 去炒一炒 香港很小的 你的歷史是堆疊了很多層的 大家的身邊都有故事的 好 謝謝前輩 我們大家補充 不要經常叫前輩 我很年輕的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我們家補充 不要試試玩 不要試試玩 主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